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情绪时 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和幸福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 研究表明 长期的负面情绪状态可能会导致许多健康问题 包括心脏病 高血压 焦虑症 抑郁症等等 另一方面 当我们学会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时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提高自己的情绪智商 增强自信心 提高工作效率 增加生产力 并提高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成为情绪魔法师的秘诀是什么呢? 成为一位情绪魔法师需要学习和实践一些基本的情绪管理技巧 以下是一些成为情绪魔法师的秘诀 一 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指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和情绪触发因素的能力 当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时 我们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例如 当我们知道自己容易生气时 我们可以更容易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避免因小事而发脾气 自我意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 例如进行冥想 写日记 跟踪自己的情绪和触发因素等等 透过这些练习 我们可以开始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和反应 并开始找到更有效地管理自己情绪的方法 二 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是指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 以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当我们感到焦虑 愤怒或悲伤时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以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 情绪调节的方法有很多种 例如深呼吸 放松技巧 运动 写日记 阅读 社交等等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并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 三 情绪表达 情绪表达是指能够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当我们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时 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加强烈 导致负面影响 因此 情绪表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绪管理技巧 情绪表达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 例如与朋友或家人谈论自己的情绪 写日记 参加情绪支持小组等等 透过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减少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 从而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 四 健康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情绪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透过保持健康的饮食 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睡眠习惯 我们可以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 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并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 此外 减少压力和焦虑的方法 也可以有所帮助 例如进行瑜伽 冥想 学习放松技巧 减少社交媒体使用等等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压力和焦虑 从而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状态 五 学习应对技巧 最后 学习应对技巧 也是成为情绪魔法师的重要一步 当我们面对压力和挑战时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方法来应对这些情况 以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 应对技巧包括设定目标 解决问题 实现自我控制 提高自信心等等 透过这些方法 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并保持稳定的情绪状态 想成为情绪的主宰吗 现在就开始学习情绪管理技巧 成为自己的情绪魔法师 本书嗨 成为情绪魔法师吧 学习情绪管理技巧 让你成为自己情绪的主宰 将带领你探索情绪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技巧 并提供实用的情绪管理策略和工具 让你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 都能轻松自如 不再让情绪控制你 你是否常常因情绪波动 而感到困惑和焦虑 是不是觉得 自己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是的话 那么本书绝对是你的最佳选择 本书将为你揭开情绪管理的神秘面纱 让你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提升自我认知和自信心 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并在工作和生活中 获得更大的成功和幸福 想要成为情绪管理的专家吗? 本书涵盖了 从情绪认知到情绪调节 情绪表达 情绪管理与健康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深入浅出 让你学得深入易懂 此外 本书还提供了丰富的情绪管理工具 和实践方法 让你能够轻松实践 成为真正的情绪魔法师 无论你是学生、职场人士还是家庭主妇 情绪管理都是你必备的技能之一 现在就开始学习情绪管理技巧 成为自己的情绪魔法师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精彩和充实 别再让情绪控制你 现在就立刻行动 开始学习情绪管理吧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Apple Books和Google Play Books 购买此本电子书 你可在信息栏中找到连结哦 掌握情绪管理技巧 对日常生活有着很大的帮助 以下是一些情绪管理技巧的应用 一、工作场合 在工作场合中 情绪管理技巧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应对工作压力和挑战 当我们面临工作上的挑战时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透过情绪管理技巧 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更有效地应对工作上的问题 二、个人关系 在个人关系中 情绪管理技巧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与他人交流和沟通 当我们与他人交流时 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智 以避免情绪失控 导致冲突和矛盾 透过情绪管理技巧 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 三、健康状态 情绪管理技巧 还可以对我们的健康状态 产生积极的影响 当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时 我们可以减少压力和焦虑 从而减少身体上的负面影响 透过情绪管理技巧 我们可以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状态 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情绪管理技巧的应用 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面 例如提高自信心 改善睡眠质量 增强创造力 促进学习等等 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情绪管理技巧 可以帮助你成为一名情绪魔法师 一、深呼吸和放松练习 当你感到压力和焦虑时 深呼吸和放松练习 是一种非常简单而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 试住通过慢而深的呼吸 让自己的身体逐渐放松 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 你可以尝试下面这个深呼吸练习 坐在舒适的位置上 闭上眼睛 慢慢地吸气 感觉气息进入你的身体 持续五秒 停顿一下 让气息停留在你的身体里 持续五秒 慢慢地呼气 感觉气息离开你的身体 持续五秒 停顿一下 让你的身体感觉到轻松和放松 你可以重负这个练习几次 直到你感觉更加放松和平静 二、写日记 写日记可以帮助你 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 和触发因素 当你感到不安或烦恼时 可以试住把它们写下来 这样你就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和思绪 当你写日记时 请注意以下几点 尽量把自己的情绪写出来 不要试图掩饰或隐瞒 试住找到自己情绪的触发因素 了解是什么导致你产生这些情绪 结束写作时 请试住给自己一些正面的鼓励和支持 写日记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 从而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绪 三、运动 运动可以帮助你释放压力和负面情绪 增加正面情绪 当你感到不安或烦恼时 可以试住去运动 例如跑步、骑脚踏车、瑜伽等等 这些运动可以让你的身体和大脑 释放出多巴胺和内非态等物质 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 四、社交 与朋友或家人交流 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和焦虑 并增加正面情绪 当你感到不安或烦恼时 可以试住找一个朋友或家人聊聊天 分享你的想法和情绪 在社交时 请注意以下几点 尽量保持积极的态度和心态 请注意聆听对方的话 理解他们的观点和情感 结束交流时 请试住给对方一些正面的回馈和鼓励 与他人交流 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和焦虑 并增加正面情绪 五、学习放松技巧 放松技巧 可以帮助你减轻压力和焦虑 让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以下是一些放松技巧 你可以试住学习和实践 进行冥想 冥想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 减轻压力和焦虑 当你进行冥想时 请试住关注自己的呼吸和身体感觉 专注于当下的感受 进行渐进性肌肉放松 这种技巧可以帮助你放松肌肉 减轻压力和焦虑 当你进行渐进性肌肉放松时 请试住集中注意力在每一个肌肉上 依次收缩和放松 进行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可以帮助你 释放身体的压力和焦虑 增加身体的代谢率 从而促进情绪的积极性 学习放松技巧 可以帮助你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减轻压力和焦虑 总之 学习情绪管理技巧 是成为情绪魔法师的重要一步 通过学习和实践情绪管理技巧 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更有效地应对压力和挑战 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和放松练习 写日记 运动 社交和学习放松技巧等方法 来实践情绪管理技巧 从而成为一名情绪魔法师 掌握自己的情绪 更好地享受生活 最后 我们需要记住 成为情绪魔法师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当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时 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 提高自己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聆听 希望这次的内容 能够为您带来收获 如果您认为 这次分享 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成长 请不要吝啬点个赞 并分享给需要自我成长的朋友 同时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 订阅我们的频道 随时收听最新的内容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意见 请随时与我们联系 我们非常乐意聆听您的想法 并积极回应您的每一个信息 我们的使命 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而您的支持 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我们致力于为 广大读者 提供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让更多人 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 并为社会和人类的进步 做出贡献 最后 祝您在人生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和收获 Cocashanson.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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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